這邊正在激烈的交戰中 有沒有聽到這個B卷 噴噴噴一響起 切中路的部分 一直被切 一直被切 我很滿意 我真的很滿意 請來入我們的三國際戰略版的環節 請大家 系好 安全帶 樹枝預備 三國際戰略版現在的聊天室有連結可以下載 如果你還沒有加入三國際戰略版的小伙伴們 可以 就是用無端式的連結下載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玩三國際戰略版 第一掌這邊準備開始了 OK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我們目前的情況 我們現在目前的情況有一點 小小的複雜呀 先帶大家看一下這個世界戰場的狀態好了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 江漢這個 這麼多把刀的地方到底有發生什麼事呢 這邊正在激烈的交戰中 有沒有聽到這個B卷 噔噔噔一響起 直接就開始交戰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有 這個洛善門的 這個同盟的 被這個紫綴金迷給俘虜了 潮衛在跟葉師傅一樣一直切他的中路 沒有錯 我們的 我們目前所收到的消息是我們潮衛陣營的啊 一直比較偏向於就是 切中路的部分 所以之後可能也會有一些變動 所以不太也不太懂 就是現在其實戰況是有點焦灼 但是我只能說我們現在是處於一個非常劣勢的一個局面 因為我們一直被切 一直被切 一直被切 劉孫陣營 我覺得就是他很來勢洶洶 然後他們 他們的決策都 嗯 都還蠻正確的 所以我們現在有點被壓著這樣 你看啊現在就是 起線這邊也在打嘛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碼頭 他應該也是在打 我看看 這個碼頭也是在打 然後目前的話 被雷神之水俘虜一個無同盟的夥伴 然後這邊這個碼頭也是 挺挺挺激烈的 應該說這部分就每個地方都蠻激烈 然後這邊太很多人 所以 你看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這邊是草味嘛 上面草味 然後這邊劉孫嘛 就變成他們推過來了 然後其實我們這邊許昌的部分 我們我們的盟友也有被服務了 你看 我們在保護許昌 然後我們這邊很多盟友都被服務了 劉孫這邊 很那個 很壓過來啊 那個我沒卡成嗎 欸 你要不要看一下我們這裡 我們把這邊許昌給包住了嘛 所以他們現在 他們現在應該是沒有多餘的餘粒 然後來開許昌這裡 所以 就會變成說他們多方面都在推 然後 山洞這邊目前是暫緩 其實每天起來都 那個變數都很大 你知道嗎 有點回到就是 前幾季的那種感覺 然後每天起來都長得不太一樣 然後我那一天只是隔一天吧 然後我就發現 欸天啊 我的盟友也被服務了 哭了 然後想要支援也支援不到 因為那邊被卡住 我們過不去 我覺得 江漢這邊現在打完之後 接下來應該就換關中很多刀了吧 我猜 因為他們就是還是要過來嘛 現在最熱鬧的就是江漢這裡啦 前幾天不是有那個嗎 我們別猛的人也很多人被服務嘛 哇 六扇門之外應該還有別人吧 這邊也是六扇門 這邊雷神之水是在壓過來的 好狠喔 可是我覺得就是 因為這一季是那個嘛 天下爭鋒 所以是 就是變成南北的大戰 所以 我覺得是又更吃團隊的配合耶 因為這樣子來說 我們就是草味 整個都是一個很大的團隊 然後 因為 人多那就是 大家意見也多嘛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是 很堅持 這種 不配合的話 就會 變成這個局面 就在比哪邊比較 團結 你知道嗎 已經不是每一個 每一個州的問題了 是現在是好幾個州一起 要搶一個 東西嘛 所以我們真的要 就是要更團結一點 可是我們 我覺得我們草味現在目前就是 就是 處於一個就是大家都還在 各自出自己意見面 跟都有自己的想法 沒有到非常的 團結心 所以 如果這個角色就 不趕緊做好的話 可能就 會挺辛苦的 但是我只想說我這一季就是 我覺得很滿意我的麒麟宮啊 我覺得麒麟宮這一季就 很有料 是真的很有料 的那種 有料喔 我很滿意 我真的很滿意 比起變數很多的進攻 跟有比較有辦法控制的防守 會怎麼選 我覺得如果大家沒有辦法配合 當然是以防守為優先 不然 不然我覺得 你看我們這個 草味的決策是 進攻嘛 然後很顯然的就是爆啦 然後會變成說 我們後面就是沒什麼 沒有人 後面是空的 那這樣子怎麼辦 就會變成我們現在 我們防守嘛 我們就算就在搜尋場然後 我們有沒有辦法綁到我們自己的盟友 然後他們就在外面被服務了 酷了 好啦 那我這次 其實我這次 我最滿意就是我的 麒麟宮在桃園盾 接下來就是這個 湖城的吧 湖城的可能到後面才可以住 現在資源 非常的不夠 然後我們接下來 會來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這個 三國之戰隊版有個 拜託了盟友的 實境秀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吧 對啊 這是我們三國的這個實境秀的節目 然後我就是導師之一 然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這個部分 然後還有下一集 那我沒辦法把你們全部播完 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反正 總之呢 這個實境秀的節目 現在就在YT已經上了第一集了 所以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這邊 給你們看一下 那個 拜託了盟友 官網的這邊 現在點開三國之戰隊版的官方網站呢 就會看到 有一個 有一個拜託了盟友的頁面 然後你們可以去投票 比如說 校園人氣網的投票 然後你們可以去投說 就是你們自己心裡面覺得 很看重的 哪一個同學啊 可以投票給他 然後這個是預告 正片的話會在每週六的時候播出 所以這週已經 昨天已經播出了第一集 接下來就是下禮拜六 就會播出第二集啦 第二集已經 進入了我們 第一個 關卡的階段 真的非常精彩 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後這邊有就是同盟的一欄啊 然後這邊有個話題 然後這邊有個校園人氣網 也可以選 就是心目中的同學 然後我這邊看到就是 我給你們看一下我們的 我看一下我們的盟主啊 我們的盟主同學 喔在這在這 我們的盟主呢 就是這位同學 這個啊 郭義中啊 可以去幫他投個票 阿中同學 他是一直 待在我旁邊的 孩子 沒錯 然後這裡還有 官方這邊還有一個 冠軍的同盟預測 然後這邊預測 這邊有個獎勵 你們自己參考一下喔 有第一集啊 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還有中冠軍的預測 你們都可以去預測看看 我們 我這一隊是 獎金還沒回 就是我跟酷炫的這一隊 然後這個是第一集的 然後這邊還有第二集的 第二集的投票還沒有開始 好大家趕快把握我的機會 趕快去 趕快去投個票 預測一下你心目中的冠軍 然後要有機會可以獲得這些獎勵 好啦那大家記得去看 關注一下那個 三國志戰略版的 臉書粉絲團 還有個最新的 賣脫的盟友師競秀活動 的這個影片 那我們今天三國志戰略版的環節 就到此告一個段落啦 大家記得關注一下 最新的活動 因為畢竟就是最近也是這個 三國志的週年慶活動時間 然後其實有很多 官方很多獎勵想要提供給大家 所以就大家持續的關注一下 就是臉書粉絲團 然後還有就是 官網在那邊 好啦 那我把畫面交換給棚內主播了 感謝大家今天工商資源 晚安 掰掰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們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留言讓我知道喔 訂閱開啟小鈴鐺